新春煙化、爆竹檔和鹽放區在中午正式營業 但去玩的人未見很多 雖然今年經濟不太好 但有檔主仍然看好今年的生意 梁安琪去帝國 新春爆竹煙花檔和鹽放區 今年繼續設在孫逸仙白馬路 靠近旅遊塔對開田海地 而坦仔鹽放區就設在沿海月酒店 對開的史柏泰海軍將軍馬路 在澳門區的爆竹煙花檔 中午正式營業 不過不少攤檔還在忙於準備和佈置 可能是第一日加上是日後 來的人不多 雖然今年經濟不太好 不過有炮竹檔的檔主相信 趙天公做美今年的生意應該不會差 因為這裡有一年就不太理想 希望真的今年會好些 下不下官呢?其實今年經濟也不是下官 下不下官 那些人沒有錢就留下我每晚 薄利多燒 盡量口償好些吸引人 會覺得今年也是會賺的? 應該會的 會的 因為金融開笑我們都希望 今年會牛年帶回牛市 那些股票啊各方面啊 地產啊 做生意那些都 你看看看吧 我們都來 澳門區有八個炮竹檔 而氮仔區就有五個 當局呼籲大家千萬不要在非自訂的地點裡 會變鹽放炮竹 以免贏成意外 如果不是最高罰款達到一萬元 至於兩個鹽放區 將會開放到年初六的凌晨 新春期間 鹽放時間 就由上週十點到凌晨兩點 另外 在馬角廟前地的十個神香風車檔 也是今晚八點啟市 而攤檔都忙緊準備今晚營業的東西 至於馬角廟開放到黃昏六點之後 會關閉三個小時 至到晚上九點之後再開放給善信上香參拜 到時將會實施單向的人潮管制 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安琪報道